看看新闻网 其实这个有一些的球员 这些明星的他们来球场 其实也就是打酱油 搞笑卖萌的 但我相信一定有一款能够打动你 我们去看看 最帅球队 Love Life vs 最二球队 Hi BA 首先出战的是台湾地区代表队 Love Life 有黑人带领的这支球队 不仅有三位职业球员 选手的帅气度也毫无疑问 完全是压倒性胜利 在报纸上面看到台湾第一帅 王调宁 帅 一帅 还有一帅帅 还有很多人是为了他而来的 高屁 江峰 Love Life的对手是北京Hi BA 如果不能在身高和专业方面取胜 那就得剑走天锋 耍二卖萌 必要的时候还得打打青青牌 我们球队的精神和心 比较按摩不住 欢迎上海的主席 著名演员 邓康 咱先不说邓超在球场上的球技如何 光看这满场飞的身影 就知道邓超有多来劲儿了 场上不停地跑 场下距离歇着 别说还真有几分啦啦队员的风采 再来看对手Love Life 高一翔 王阳明 两大帅哥 可不是滑架子 一传一投都是相当的精准 滑球队 几球入篮 Love Life很快以大比分领先 邓超除了抢到一个篮板之外 再无战获 虽然HighBA奋力配合 希望扭转形式 但冠军最终毫无悬念地花落Love Life 虽然输了比赛 邓超的心情却相当不错 原来今天老婆孙丽也到场加油了 能发挥成这样我都不想 真的真的 他一直在夸我 被誉为球队的精神领袖 看来邓超靠的不是球技 不过只要有邓超在HighBA的氛围 永远就像队名一样 High 邓超在我们队内有主要的绝招 他的好朋友著名的编剧于外面写的 是松口碎大石 明天看有机会可以提价 我不知道有没有介绍 就是说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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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的特点是什么 我的特点是欲强则弱 欲弱更弱 HighBA这边笑声不断 Love Life也是从头到尾不冷场 默契的配合赢得了比赛